香港很多的家庭 他们对于给宠物吃的好的方面 会特别的大的要求 带猫咪去一起去去外食 我们写计这些东西 他们可以共享一个 同一款外形上是一样的甜品 我是Michelle 我已经做了宠物甜品烘焙室 已经三年了 因为我家也有宠物 所以我想要挑一些健康 还有天然的食材 给我的宠物吃一些漂亮的甜品 我就成立了这个猫之年的品牌 甜品我们有Cupcake 有瑞士卷 还有牧师蛋糕 猫来说了 他们不能吃面粉 然后他们吃的东西 主要是肉类 所以我们会挑选原材料的时候 就是比较有多的限制 去做我们的搭配 我们今天打算要做一个碎式转 然后我们的材料用鸡蛋 跟马铃薯奶糯 还有吞拿鱼 我们人类吃的奶油 我们会用马铃薯去代替了奶油 然后还有我们人类吃的慕斯 还有也是奶油跟牛奶嘛 所以我们都挑了希腊与奶糯 那他们是没有乳糖的 所以猫咪也能吃 就是我会对食材 还有不同的技术方式 去做不同的研究 所以就是我已经建立了一个 我会去研究的阶段 所以对于宠物的甜品来说 我是已经习惯了不同重复 try and fail这样子 把猫咪的甜品做成人类一样的 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我们的食材好像用鸡肉类的话 那他们的那个细极度啊密度啊 不如面粉的嘛 所以他要做出来的外形 跟人吃的可能饼干一定会有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尽量用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copy他原来的造型 他是我们的试吃员 然后我们每一次有新产品的时候 嘿嘿嘿 都会给他们尝一下 哇 很受欢迎 很受欢迎 他们是有兴趣的 他们会多看几眼 然后再可能要个圈再回来 然后再尝试闻一下那个它的味道 但是就是跟人不一样的 就是人就直接吃了 可能是猫咪你要耐心 他们比较少吃的是冰的东西 所以慕斯对他们来说就比较新鲜 香港很多的家庭 想要可能带猫咪去一起去外食 那可能我们写计这些东西 可能会放在我们未来跟咖啡厅合作 然后他们的主人可以带他们的宠物 一起去打卡 去享用同样的食物 其实我们除了上岗以外 我们主要是想要发展到我们的内地市场 我们知道内地可能很多人都开始 比较爱上网买一些猫的产品 所以有机会的话 我们都想要就开发这个内地市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